中華館環保祭港全英會 十三號地建國科技大學留來登開 有七十八對五一千四百名環保祭港 作為典型創意典型活力 透過這個活動 提供資料檢討環保再利用 也提供祭港鎖定經過到最年級的機會 讓大家共同花用祭港的精神 和中華更加美好 來做過小館環保祭港 利用各種回修祭港 掌台登開創意 中華館環保祭港有2萬4千多人 平時在社區做清淨港的工作 這次環保祭港全英會 有七十八對五一千四百名環保祭港 作為登開創意到活力 中華館中回味表示 祭港再利用順利經濟 不僅是未來苦澀 也是要第九的方式 可以用的主委盡量回收在利用 對第九的上海就不會這麼嚴重 大家做會做好環保的工作 才能搭做美會的工 我們環保祭港來舉辦 自義工的連環大會 首先要利用這機會 感謝中華館來 我們的義工有2萬4千多人 大家平所時都在社區 來做親近家園的工作 可以讓我們的環境 繼續清潔 也希望透過自工 我們可以繼續發揚工態 讓我們的環境好好的整理 另外大家很關心的 空氣污量部分 我們也在我們中台灣的治理平台管頂 也希望透過大家的努力 讓我們的火力發電廠可以降災 讓我們有辦法吸收到我們親近的空氣 當然在這裡也要透過這個活動 是讓我們的義工至工有一個舒展 一個聯誼的機會 也希望平所時要火要動 大家在地圈雞來做一些運動 這也是我們體內的環保 我們現在是左向所謂的循環性的一個經濟 希望透過大家的節能減碳 共同來為我們的環境的 清潔性和環境的環境的保護 這次比賽行為有環保創意秀 讓自工發揮腳速 利用環保的所在進行徵辦 以作出的方式來典現創意 為了鼓勵參加的志願 環保局也提供十二班的商品禮券 但讓四行比賽提到精十名對五 另外也加碼提供精美的合力 這次活動不及受環境夠有意義 也是促進管來環保志願合上交流 更希望大家利用心為好中華環境的東西 買當來運動 每個運動更新的目的 新中華新聞被榮林中華 彩虹報道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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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